中国企业的纠纷 外国司法机构为何插手 上千名中国旅客滞留海上究竟是谁的过错 9月18号8点30分 在韩国基主岛被扣的海航集团旗下的海纳号游轮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航行到达天津港 最后一批87名游客已一同随船抵达 此时距离游客们被迫中断旅程 滞留豪华游轮已经过去了100多个小时 在天津港他们受到了来自海航方面的热烈欢迎 在我办完手续 拿了包 走过了那么二三十米的一个长廊之后 突然我的人权得到很大的释放 什么 有拎包的 有带孩子的 有送礼物的 有虚寒的 有暖的 这种待遇在船上是绝对不可能体会的到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和外人带着孩子拎个包 甚至有一个男生都可以不用拎包 有一小鼓掌男帮我拎包 那不挺好吗 有人帮你 在我下船的时候办手续的时候 那船上的人非常冷漠 办手续工作的人也非常冷漠 我觉得太虚假了 太作弱了 我不需要 等待门口的媒体 也细心捕捉到了海航工作人员 向游客嘘寒问暖的场景 黄迪的一家都被收入到这张新闻图片 在照片中 接到玩具的儿子显得十分开心 刚才看那幅照片 看得还是挺温馨 亲切 看到的不是那些 就是不让照片给人感觉 我每次 现在我手机里存在那张照片 我只要看见那张照片 当时的情绪就会涌回心头 什么样的情绪 悲愤 话筒举上来的时候 突然联想到我在船上的待遇和 我下船之后的待遇 控制不住 已经意识到 因为我一下船 他的这种态度 让我意识到 他的这种演示 已经非常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 而不是我的猜测 我现在船上只是猜测 下来之后 我认真了我的这种猜测 9月11日 由海航旅业运营的海纳号邮轮 从天津港出发 开始了六天五晚的游览路线 目的地是韩国 据了解 这趟路线是从今年5月1日起 才开通 这次的邮轮上 总共搭载了1659名游客 肖静也是其中的一位 他们旅行的第一站 是韩国的冀州岛 那是什么时候觉得 这个整个旅程 会与对方有点不对劲 一下冀州岛 一下冀州岛 因为跟我们说 四点钟 就会启程到云川 到四点钟 没有任何反应 到七点钟 还没有反应 后来我们想 咦 怎么回事 又明白吗 然后船上到了 差不多晚上六点多钟的时候 就有一些谣传就出来 什么谣传 谣传就说 有人逃跑了 逃避 逃避 又有人说 查到船上走心 各式各样的说法 不容易 14号一早 皇帝早起刷牙的时候 还在盘算着 怎样规划行程 就在这时 他发现 房间的门缝里 塞进来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 就是说 由于离党手续的原因 无法离党 这是我们第一次 得到了船上的正式通知 作为咱们不明真相的群众 说说你的手续没完成 什么手续咱们有的辅导 当时看见 这纸条的时候 是什么形象 第一想法就是 好了 这首尔去不成了 然后就是比较失误 就是哎呀 去不成了 咱们今天再申请一下 直接就在技术 继续玩一天 导人说不行 我们不能下船 这个时候 我就看到 我的想法还是比较平静 但是我看到其他的旅客 有些就是很躁动的感觉 肖静也开始沉不住气 他找来船上的保安 询问情况 但因为船员都是外籍人员 语言不通 他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你先打 我先打一本的话 告诉他 我们后来看了 就第一次上了一个新闻 告诉我们 是公司之间的这种 在无究分 就知道你的船被扣了 被扣了 那当时 刚刚知道这些消息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种心情就 一下子 就没心情了 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然后就首先就说 什么时候能够解扣 这是第一个关心的问题 因为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凭什么 船上这么多的 人下也不能下 再也不能走 只能待在船上 黄迪也从船舱的电视里 看到了新闻报道 但第一天的报道 并不能解开他所有的疑惑 那你们当时看到 电视里头说的 船被扣下来的时候 那你们什么反应 觉得很诧异 首先想着 为什么咱们在韩国 这韩国 任何一个国家 能不能把咱们给扣下来 能扣咱们中国的船 绝对不可思议 对 希望知道真相 希望知道原因 海纳号被扣之后 迅速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 随后的报道指出 海纳号是被韩国 冀州地方法院扣押的 提出扣押申请的 是中国的沙岗船务有限公司 异国扣传事件的背后 国内两家公司 海航与沙岗之间的 载务纠纷 逐渐浮出水面 事情还要回溯到五年前 2008年8月 原属海航集团旗下的 大新华轮船 香港有限公司 与沙岗船务有限公司 签订了一份 七年的船舶出租合同 该份租约 由海航集团提供担保 然而 从2010年年底开始 大新华轮船就开始拖欠租金 并在后期停止支付 由于沙岗船务 和大新华轮船两家公司 都是在香港登记注册的 按照合同双方约定 遇到争议 应该由伦敦海市委员会 仲裁解决 我们分别于2011年的2月份 以及2011年的4月份 取得了两次 伦敦海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那么世界的总的金额 加起来应该是 740多万美元 那这些裁决的结果 后来大新华航运 它旅行了吗 这些裁决的结果 很让人失望 就是他们仍然没有旅行 到2012年的1月份 那么大新华的累计 就是签这个 叫沙罕船船船公司的租金 合计约1500万美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依据海市仲裁委员会的一些裁决 我们最终把这条船撤回来了 那么与此同时 就是向这个叫大新华 能船旅行公司 索赔 为旅行合同的一些损失 最终这个叫仲裁庭 裁决给我们 是5837万美元 但是资金为止 就是说5837万美元 还没有拿到 那这时候你们怎么办呢 发生纠纷以后 我们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要求这个叫海航集团 履行担保的义务 履行还款的义务 但是他们都是自自不理 万般无奈之下 我们在这个叫全球范围内 这个追索海航集团的这个资产 那么在韩国呢 这个叫扣押这个叫海纳号呢 只是我们全球追索 海航集团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早在海纳号事件发生之前 为追索拖欠的租金 沙岗船物曾于2011年的3月和7月 先后在印度和南非 通过法律手段实施或扣船 然而海航旅业 游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的 韩陆海认为 此时沙岗船物 对海纳号的扣押并不合理 海纳号不是大型化农船的船 那么在隆东法庭没有裁决 甚至没有开庭 对海航集团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裁定的时候 就扣了海航集团 旗下的海航旅业的海纳号游轮 我们认为肯定是错口 但是你们那个大型化 现在已经进入到破产清算的环节了 他可能已经没有什么船 所以他有连带责任 海航集团不是有连带责任 他也起诉了 你起诉你起诉 但是法院还没有开庭 更没有裁定 没有裁决说海航集团有责任 速前保全也是不行的 在你看来是吧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但是张杰认为 根据合同 他们的做法无可指责 那么这个合同是一个七年的合同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与这个叫同一天 像这个叫沙岸船尾有限公司 出去了一份这个叫纽约担保 这个担保还有条件吗 没有条件 无条件担保 一旦大型化能船 不能够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义务 海航集团需要立即成为 这个合同新的住家 女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我个人感觉是肯定是错的 错扣 您指的这个法律输送的权利是指什么 那就是起诉他当地法院 起诉韩国的法院 我不是学法律的 我不是这个措辞对不对 就是肯定要诉诸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认为韩国人做 韩国法院做错了 错扣 那你知道就是说在海事法里面 就是即便是错扣了 法院也没有责任吗 这个情况我就不大清晰了 这个我们有专门的律师 就是所有的在申请扣传的时候 申请方都需要提供反担保 一旦要是扣错了 这个扣错的责任 也是由申请人承担的 你知道吗 这些法律方面的事情 就 还是 我还是具体是负责这个 幼营为主的 经营这个方面为主的 法律方面 我们有专门的法律方面的专家 就是您的这个判断都是基于 您的感觉不是基于 主要是我个人的感觉 对 复庭中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著名海商法学家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他认为对海纳号的扣押 从法律上来讲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一次 就是海纳号在韩国 因为沙岗的这种海事请求 把船给扣了 那么您是研究海商法的 从法律来讲 这个行为有问题吗 从法律上 这个行为没有问题 这是完全在国际商事领域里 处理海事纠纷的一种 最基本的一个做法 它是为了要求 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 而提出请求 韩国法院知道 它是要求担保人 在履行他的担保责任 那么这扣船的行为 在您看来 在国际海商法里面 它属于一种常见的行为 常见的行为 还是海外的行为 就海事司法里头 一个基本的一个措施 因为在这个国际上 他船部今天跑这里 明天跑那里头 因为当事人又不在 都不在中国 你最有效办法就抓着船 船部呢 在法律上是动产 但是这个 在司法处理过程当中 可以把它当成不动产对待 可以对它进行设定抵押 那么对它进行扣船的时候 也是常常就这个 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 两家中国公司的债务纠纷 引发海纳号邮轮 在国外被扣 这是游轮上一千多名游客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更让他们费解的是 游轮被扣之后 自己的行动 为什么也被限制 事发当天 海航集团旗下的海航旅月 成立了紧急协调小组 第二天中午 协调小组的负责人 海航旅月 游轮游艇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裁 张浩赶到了冀州 登上了海纳号 此时据游轮被扣押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小时 他和同事们上船之后 首先要面对的是 群情激愤的游客 和他们对于扣押事件的 重重质疑 当时这些领队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 你们找过他们吗 我们找过 但是比较难找得到 因为传奇的大 他们经常就是 有时候只是碰到 只碰到 碰到 碰到 我问一下 反正就这样子吧 然后像他们这种 就是把沙当 就是网上的东西 也跟他们说一遍 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能知道的 我们想问的 就还是要问 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在网上了解到的 那你们当时问他们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时候能走 他们当时怎么回答的呢 不知道 游船刚刚被扣押的时候 有的游客猜测是游船出了特殊问题 有的游客仍然乐观的期待 扣押解除之后能继续首尔和人穿的旅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伴随着船上的管理团队的沉默 和一个个不知道的回答 伴随着逐渐获知的 令他们感到不符合真相的对外宣传 这些猜测和期待发酵成了愤怒 大家挺激动 和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消息 船员的情绪稳定和什么 不太符合 我们船上就是发生了一些骚动 然后就是不安 然后很多老人就是不明白什么情况 然后就在大厅里面聚集了 就大家的情绪开始有一些紊乱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要求就是能够打电话 打电话但是当时一开始是不给打电话的 船上打不了电话吗 船上因为没信号 我们手机也没有开通那个国际漫游 我们采访过程中有很多游客都给我们讲 他们实际上是通过电视媒体 才知道他们真实的被扣的原因 而在你们这边从来没有得到一个相对正式的通知 我在从这边往韩国飞的过程当中 应该电视啊或者是网络媒体啊 应该是都有 忘了确实有 那你们不觉得你们在满足旅客的执行团这方面 其实也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吗 有欠缺的地方 对 这个我实话是 而且实际上就是您到了 你们也可以采用某种正式的方式 告知这些船上的船口 而不是说有人找你现场沟通的时候告诉我 没有 我们主动的在见面会上先说 就是正如你讲的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在那 对吧 我们是应该再通过一种更好的方式 把所有的人都传达到 但是我们只是说通过领队去把这些事情 跟做说明做解释 可能确确实还有一方可能没了解了 确实做得有不到的地方 这个实话是说的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不慎愉快的沟通 海纳号上逐渐开始弥漫起不信任的空气 有游客甚至怀疑 海航方面是否在开船之前 就知道会被扣传的可能性 那你们有没有任何中国机的船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后来自下来问 问了以后他们就说 可能是要就是扣传了 他们说之前 他们在入关之前 就是从天津港出发之前 他们就已经就是知道 有这个扣传的可能性了 他们当时是怎么给你们讲的 问了以后他们说 其实出关之前 这种迹象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什么迹象 就是这种被扣的可能性 因为之前已经被扣过两次货文 所以他们就是觉察到这一次可能是传被扣了 没有 是是是是是是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绝对不可能 我们公司不可能拿一千六百多名旅客在这冒这个险 不可能不可能 真的是毫不知情 我可以我可以对天发誓 毫不知情 之前扣没扣传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板块 我只是负责这个这个公司的设计 我我我确实不大知道 按说这么大的事情 实际上对你们公司来讲 也不算是小事了 有两条船曾经因为债务就被被别人扣过了 因为是另外一个板块 我确实不太不了解 这个事情海航也没有给你们做过通报 通没通报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是不大清楚这个事 那如果是通报的话 那也是你没有听到 那可能是我没没听到 因为这个这个船不是大西华农船的船 所以即使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我们也不可能去 去不执行我们这个海纳号的正常的行驶 那也就是说 你即便知道这个信息 你其实也会把船开出去 我可能把这情况也要 要向领导的反应 我们要研究一下 但是从我个人讲 我觉得好像 没有必要 要把这个船停下来 9月15号 焦急等待的游客突然得到一个消息 海航旅业在首都机场 就海纳号滞留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 称将派出四架飞机 接持旅客回国 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 中立意识到必须要回国了 在韩国 15号半月 半月有新闻报道 会有刀机来接着 我这个时候才想到 事情这么严重 一定需要用刀机在 咱们全民运回的这种情况 感觉撤墙了这个 感觉就是 虚无亚乱民 滞留的第三天 国内将派包机 接旅客回国的消息 已经传遍海纳号 因被困而焦虑不安的游客们 开始兴奋起来 甚至有人迫不及待地想当晚又走 海航旅业每人补偿1500元的方案 此时也紧急出炉 1500是第三天嘛 也公布出来了 然后就是把大家全部集中在一个演艺厅里面 就是广播 说让我全部到那边去 给我们一公布 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过来 你们签字 签字然后回到你的当地啊 或者说在北京啊 或者在哪里啊 会给你们自己去领会 打个账上啊 就是说他当时提到的条件 是每个人赔1500块钱 赔1500块钱 那团费策呢 他只有这一签 据多名游客的讲述 当时要拿到这份钱的条件 是必须在一份补偿协议上签字 并承诺在收到赔付之后 不再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补偿 江建立做过企业的法律顾问 对于这份补偿协议 他曾经在船上多次与海航方面展开谈判 表示坚决反对 这个东西我一看 后来我说这东西不能签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个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个 开脱他们责任的一个免责的协议 是个大王协议 做了我消费者来 我就是收到了 我应该到了两个地方 你现在只得用了我一个地方 我只享受了你第一 成为第一半 就是你这个 在这个协议中 只有补偿条款 没有赔偿条款 按法的规定 补偿条款是我们的 已经发生的这些费用 赔偿条款 是我们的经济许施 和我们将来要发生的许施 这个你没有 免责协议是什么时候发到你们手上的 免责协议 一开始是自己领的 他说有自愿要下船 就签这个协议 需要包机 就必须签这个协议 它是一个强制性的 明确跟我们怎么讲 就如果是不签 如果不签 我不能下船 不能去坐飞机 对于这份补偿协议 是否属于离船的强制条件 当时是在船上的 协调小组负责人张浩 则给出了与游客截然不同的说法 我想问一下 就是当时第一批飞机要来的时候 你们要求这些乘客 必须要签这份协议才能下船 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不是必须要签这个协议才能下船 我们只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协议 并没有说你不签协议就不让你下船 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点可能要澄清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也是调查了很多旅客 没有一个旅客给我们讲说 当时可以不签这份协议就离开 我想他们的记忆 不可能同时都出现错误 从我们自己这块来讲 从一开始并没有说你不签协议 你就不可以去做包机啊什么的 这个是肯定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他那些乘客都这么讲呢 那你觉得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你们没有这么要求他们却得到了这样的讯息呢 那可能在西西海地上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 虽然许多人对这份补偿协议并不认同 但也有不少游客由于种种原因 同意在协议上签字 15号下午海航方面派出的第一架包机 将同意补偿协议的首批283名游客送回了北京 而对于这种补偿方案 许多留在船上的游客仍在抗争 咱们就认识1500怎么来的嘛 他说住了旅游没有旅游到的地方赔偿500 然后你们其他的损失赔偿1000块 这样子来的1500块钱 这1500块钱大家都非常不屑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说 就一个这个下一道旅程就去不了了 给你赔1500块钱你觉得能接受吗 我肯定不接受 为什么 一定不接受 比如说我吃一根香蕉 我花一块钱买的都是香蕉 我只把皮剥了 发现你们是烂的 然后他只把烂的 说这个烂的香蕉只值了四毛钱 退你四毛钱 江建立 王迪和肖静等游客都认为 此次事件和一般的违约行为不同 船上的1659名游客 无辜成为了商业纠纷的人质 海航旅业不但要退团费 还应该赔偿团费一到三倍的补偿金 在为赔偿金谈判的同时 许多游客也开始抱怨 在船上的生活越来越不便 江建立的丈夫从上船第二天就开始发烧 但由于与外籍船员有语言障碍 船上长时间没有医护人员 前来提供药品或者医治 也没有海航方面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许多游客认为 在这起非常意外的扣船事件中 大家的担心和不安不仅没有得到安抚 反而换来了冷漠的对待 被困的时间越长 游客的情绪也越来越激烈 16号晚上 海航方面又出炉了新的方案 现金和旅行二选一模式 现金补偿为内舱客人2000元 海警房客人2300元 旅行方案为一年内海纳号内舱船票一张 9月16号下午6点 在向韩国冀州地方法院缴纳了30亿韩元 约合1688万人民币的保证金后 被扣押70多个小时的海纳号邮轮 获得了解压令 带着最后一批被困游客 启程回国 9月18日海纳号终于回到了天津港 随即海航旅业宣布 在既有的补偿方案的基础上 将额外赠送本航次旅客每人一张免费船票 同时海航旅业发表声明 称自己及旗下的游轮和游客 同为韩国冀州法院扣传事件的受害者 并将通过法律讨回公道 此番声明迅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人们关心涉及到一条中国游轮 两个中国企业 一千多名中国游客的事件 外国司法机关有资格插手吗 扣押海纳号的韩国基州地方法院 真的需要道歉吗 海纳号事件一发生 首先引起的是社会对中韩两国关系的猜疑 两国外交部也对此事的妥善处理 进行了紧急磋商 但其实这起事件仅仅是一起商务纠纷 这个案子发生以后 一开始大家非常气愤 韩国人把中国的船扣了 好像是感觉韩国的一个地方法院 就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就在您看来 这件事情本身它涉不涉及到主权问题 我认为这是和主权问题没有关系 也不涉及到国家的民族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 但是大家会讲 一个韩国的法院就把中国的船随便就给扣起了 这总是从一般的常理来讲不是特别容易理解 对 很多社会上的百姓容易产生这种误解 他往往把这种和因为商务纠纷而扣传 和行政因为行政纠纷而扣传 把它参加混淆在一起了 对于这样一起商务纠纷引发的扣传事件 众多的旅客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也被滞留 在海纳号返回天津后 海航旅业也发表声明 认为海航旅业及旗下的邮轮 以及广大旅客 都是韩国冀州法院扣传事件的受害者 并要求韩方道歉 你个人觉得海航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到底 我认为这里头它这里包含了两层意识 一层意识就是说作为海航公司是不是受害者的问题 我认为是不能这么讲 因为在民事案件当中有原告有被告 这里不存在受害和被害的问题 就即使你扣错了 最后也认定为是申请人申请错误 每一个法院在批准扣传的时候都要求提供反担保了 意思也就是说一旦要扣错的话 你要赔偿人家对方的损失 所以这个风险是由申请人自己承担的 这次向韩国申请扣传的沙岗船务有限公司 也成了舆论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令人疑惑的是沙岗船务有限公司 为什么要在韩国申请扣押游轮 又是否想到这样会使船上的游客被迫卷入这场纠纷 我有一个问题非常好奇 其实海南号平时的驳港就在天津港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向中国的法院 中国内地的法院申请扣押海南号呢 简单地说就是说大陆系的法律 英美的法律 各国家的法律它是在法律上规定 还有一些程序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政治里面就是说在具体的实施上面 这个叫所需要的条件也好 所需要的一些具体的相关的东西 都对差别都比较大 是 我想 因为毕竟海航集团是中国内地的公司 它的船的驳港很多都在中国内地 你要扣的话 应该说向中国的法院申请扣 是最方便的 我们依法行使我们的权利 在全球范围内 据说海航集团的资产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不管是油轮还是货轮 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不管是债权还是股权 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以及追索的这个目标 我们现在仍然尝试着在很多国家 去追索海航集团的资产 当然包括扣船这样一个行为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灵活运用这个叫法律的规则 灵活去采取相应的办法或者手段 您的意思就是说 尽量会选择对你们最有利的方法 来维护你们的权利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质疑 就沙缸的这种做法 多多少少没有注意到 这船上有将近两千名旅客的利益 因为毕竟扣船会给他们的行为 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 这个如果从理性化的角度来讲 是有点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就尽量把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应该是这样 尽量能在国内解决 还是在国内解决好 但是他这么做 从法律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按照国际上的司法当中的习惯做法来看 我扣押船舶和扣押船上的货物 和扣押船上的旅客 没有什么关系 你的意思就是说扣船和船上旅客之间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么扣船也是这样 虽然从法律上 沙缸船务有限公司申请扣押海纳号并没有问题 但是上千名游客却被意外的卷入了纠纷 并长时间滞留一国 游客的利益又应该由谁来考虑呢 像这一次 你们扣海纳号的时候 知道不止端退赶 海纳号上实际上是有1600多名游客在上面的 坦率来讲 这个船上有多少游客 这个海航可能比我们更清楚 我们只是依法去保护我们的权益 向韩国的法院申请扣押海航集团的相应的资产 在扣这条船的时候 我们考虑了两点 一个我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说我们事实的金额比较小 完全可以在巨短的时间之内解决 而且它也有能力来解决 第二就是说 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花费了巨大的能力物力财力 去追这个叫海航集团 但是从结果来看 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万般无奈之下 做出了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 但是无论如果这个决定我们做出了 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决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符合国际海事有关规则的 也就是你认为 你们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对 也知道就是说 这条船一旦扣下来的话 就是整个这船上所有的游客 他们的行程 甚至包括他们 就是人身的这种自由行走的权力 可能都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或者限制 我不这么认为 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我们设置了275万美元这样一个金额 就是设置这样一个保全的一个金额 实际上我们已经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就是考虑了很多的因素 因为这个金额 对于这个叫一个国际型的大公司 对于一个有了3000多亿资产的这个公司 就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 9月14日下午4点左右 海纳号邮轮被韩国冀州法院扣押后 依照法院要求 只有海航方面尽快缴纳一笔保证金 才能放行 海航吕业称 事发当天下午 他们就开始处理此事 当时我们收到这个以后 我们就找我们的韩国的律师 那么就赶快把这个想法 把这钱先打到他们的账上 想办法 我们想第一时间赶快让这个船回来 想办法把钱汇到对方账号 那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 我们的钱是汇出了 那9月14号 实际上韩国也已经放假了 对 是放假了 这个信息你们知道吗 这个我们当时就知道呀 因为当时就是礼拜五下午4点了 就这个时间点 让我们做一些工作都来不及做 你是觉得就是说 在他们下班之前 把这个钱汇给他们 在你们看来是不太可能 来不及 根本来不及 又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个钱 就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这一块 我主要是来处理 这个钱当时要求你们付多少钱 它是30亿韩币 折算人民币是多少钱 大概1600万 对于扣船时间 选在周五下午4点 海航旅行认为 让旅客滞留 早在沙岗的计划之中 客人到达几周的时候 客人都下船去旅游的时候 为什么不扣呢 为什么要在开船的一送间 把船扣下来 这是明显的有意而为之 你觉得韩国 适逢周末 然后说钱 我无法查到账没账 我也没有义务去查 只能等到礼拜一 这是我们认为是蓄不已久 就是他那个扣船令里头 只针对的是船 是吧 没有针对人 他是韩文过来的 韩文过来的 这个扣船 这个东西在我们律师手上 我们只是知道扣船了 那假如扣船之后 那些旅客如果下船的话 会被限制吗 不会让你下船 假如说 这个清官的手续 重新办的话 再进官的话 可以自由地离开船吗 这些旅客 再申请下船 新官手续已经办了 新官手续 怎么能再下船呢 他扣船就是同时扣了人啊 他就是等着这个下午四点 要开船的时候扣的呀 他要是不是为扣人 他为什么客人下船以后 他不扣呢 不要等到开船的客人都上了船 马上要离开的时候扣呢 这非常明显的呀 这还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吧 对于海航旅业的这种说法 沙岗船物予以坚决否认 有人就是说 你们这个扣船的日子 选在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 同时呢 又是选择 他这个海纳号的游客 已经回船 清官之后 来下的这个扣船令 这个是有意为之的 我否认这种说法 而且是前列的否认这种说法 我刚刚已经提了 法院能不能判 什么时候判 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 而且这个叫一旦法院判了以后 就是一旦法院 就是这个叫判 就是这个实施这个叫扣家令以后 它后面有一系列的这个叫程序 都不是我们就是这个当事人所能控制的 我们还不至于这个就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够干预 能够影响到这个韩国法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 在沙岗船物看来 海航其实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此事 之所以发生滞留事件是另有目的 海航集团仍然是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要想啊 要国际汇款 其实这个要及时达到 这个法院的账户也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都是从事这个叫国际商务的 我们很清楚中间需要多短时间 你根据这些你判断 实际上海航集团 它是没有穷尽权力去筹策这笔钱 我的个人观点 它不但没有激进权力 甚至呢 它可能容忍了这个事情的犯导 因为它企图借用政治能力所谓 企图借用就是外交事情的影响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它能这样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把这个事情扩大化以后 那么呢 就是客观上呢 就是对沙甘船务形成了一个压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有可能呢 就是说迫于这个叫一些压力 迫于一些这个叫舆论的这个叫讨论 那么迫于呢 就是说考虑的这个叫船上这么多游客的一个叫自由和权益 我们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放弃 也有媒体认为 其实你们跟沙冈之间就是一个经济纠纷 在国际海事法庭里面呢 通过扣船的方式来解决债务纠纷也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但是呢 你们却通过领事啊 或者是外交途径啊 给韩国方面施加压力 其实这也是混销了这种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你们怎么看 这个时候是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的紧急事件了 那么中国的民众 中国的游客在韩国扣 因为扣船被扣押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大事 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我们肯定要向国家相关部委来进行通报 来进行汇报详细的情况 这个是责无旁贷的 在海航的声明中这样提到 我们绝对不做任何有损于国家 民族和国人利益的事情 我们相信沙冈也是这样的企业 事情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 我相信这也不是沙冈的本意 我相信双方会本着中国商道文化的精神 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 假如说这个事情重新来过 你预知道这个事情会产生这么大的后果 你还会扣押这个海纳号这个申请吗 坦率来讲你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回答 法律问题我们依法办事 对吧 这个就是依法维护我们的权益 这个是很容易回答 那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个叫法律的范畴 超出了法律的范畴 也应该是你作为这个公司里的法人 应该去考虑的 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够回到这个几天之前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